副总统赖清德南下北斗电安宫参败 摸击带小鸡一旁紧跟着 民进党北斗政长参选人江熊一丰增加曝光度 其实早在赖清德之前 总统蔡英文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立法院长游席坤 相继帮江熊一丰拉抬身事 对于重兵压境固守基本盘 武党籍候选人严宏林第三度参选北斗政长 上一届只差800多票影哼 这次则获得郭台铭克文哲支持陆续同框拉票 由于参选总统的候选人不约而同到北斗站台 独独缺少侯友宜 另外大夫出征的前北斗政长杨立湘 公公丈夫都任职过北斗政长 号称北斗第一家族地方实力不容小区 因为时间很短 所以我就是每天在个礼举办说明会 尽量把时间挪出来挨家挨户的邀请 总共办大概三五场 北斗政长补选即将在8月5号投票 一共五人参选 选举人数27105票 规模虽然不大 却被视为总统大选的前哨站 三雄球场曹恩 谢云站SN小组张化 敬账